知道狗非常喜欢跟主人玩那个抛物游戏 你扔个东西出去 那狗嗖嗖跑过去把他给叼回来 这游戏玩多了 就成为一项非常有人气的体育活动 今天上午一项 一场狗主人和狗围绕飞盘进行的比赛 在南京市利水县大厢 看看 这场有人有狗参加的比赛 全程叫AWI2013 飞盘狗世界杯中国预选赛 顾名思义就是狗主人和狗围绕飞盘进行的比赛 上午进行的是AWI花式第一轮和AWI距离赛 比赛场面精彩分成 狗狗们都拿出了浑身解数 常年居住在北京的香港人罗马里奥 是飞盘狗大赛的常客 曾经取得过很好的成绩 他这次特地从北京开车 带着狗狗过来参加比赛 但他向气质表示 对比赛成绩看得并不太重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期望 能尽量发挥好 自己的水平就好了 就跟着我们全国各地的狗友来调略 是 最主要是什么 记者注意到参加比赛的都是大型选 而且在狗主人中女性并不多 来自成都的朱女士是其中的一位 他告诉记者 就是身上被他抓出那个抓出稻子了 然后有时他还好他比较轻 但咬的狗重会把人踩踩的乌轻 今天气温低雨还吓得挺大 但是阻挡不了全国各地爱狗人士的热情 镇江的郑先生组织了好几位朋友 特地过来观摩比赛 虽然AWI飞盘狗大赛进入中国刚刚有两年多的时间 但在国内已经聚集了很高的人气 这次比赛也将决出代表中国参加AWI飞盘狗世界杯正赛的狗狗 近期江苏城市频道也将在连线大中华节目中播出这次飞盘狗中国预选赛的实况